大家好,勤奋了,我又来跟大家更新新的知识了 在上一期如何专业的学习音乐中 我们聊到了如何从宏观到微观去打磨一首曲子 那么打磨的曲子就可以诚实给人看了吗? 并不是的 你的打磨的曲子由于被精细的打磨过 所以它是碎片化的 所以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把你打磨好的曲子由微观再到宏观 这个东西呢,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要过曲子,刷曲子 第二个,要在录像中找你的坏毛病,小东西 第三步,就是录像来演奏 第四步,就是请观众来演奏 那么具体实操是怎么样呢? 来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讲解一下吧 第一步,来让我们聊一聊如何过曲子和刷曲子 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呢,我通常会让学生在刚开始练习过程中 分大段,分小段,分句,然后分你的articulation 这种分手,这种非常多的细节 那么当他们整合在一起之后 他们会有一个坏习惯或坏毛病 总是会重复那些练的东西 以至于他们一遍并不能完整的下来 他们就是想告诉我,老师,我这儿练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弹的时候他又错了 所以我再重新弹一遍,你听,我这儿是练好的 这个呢,不叫练好 这个只是说你一时的去练了 而且你在练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把细节和前后的context 也就是说你的环境去联系在一起 这就造成了你的断层 这个断层呢,很好解决 就是说你先开始,比如说你的这个断跟断中间 这儿有一个小东西 那你就开始断跟断之间互相连 比如说我有ABCD四个断 我练了ABCD,就是说分开练 那我们现在就要整合,一二段,AB段来一块 三四段,CD段来一块 然后中间两个段来一块 然后我们再三个段,三个段整合 然后再四个段一块 这是一个学习的步骤 比如说在演奏的过程中呢 你是不能够take the second chance 你不能够有二次机会,二进攻 就是说再去重复一下 纠正你的错误,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就是建议我的学生们 要有好的一种心态 也就是说你在弹一首曲子 尤其是你刚刚要从微观到宏观的时候 不要抱着我不会错 我把任何细节都拉上来的这样一种态度 而是抱着我一定会错的 但是错在哪呢 我就来收集这些我的错误 这样呢,我就会有更好的进步 你要有这样一种心态才可以 就是说,我有预期我会错 错了呢,是正常的 而不是说,我为啥又错了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练了 我还是过不去呢 这样呢,就是逼死自己系列了 不要干这种事情 练琴呢,就是要适当时刻的调整 自己的心态到一个最佳的水平 要先能够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演奏 你才能够抒发出更好的意义 第二步,我们如何改正我们的坏习惯 很多同学弹琴的时候 到就是比如说有节奏型的地方 嗯,嗯,点头,然后摇摆 然后这个手开始胡乱的乱动 这个手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啊 只有这样的姿势是自然的 你一旦违背这次 比如说你的大指,哼,这样进去了 那你的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受伤 或者是嗯,或者小朋友弹这个爬音 嗯,这样子去扁手指手 是一定是错误的 这个是稍微离题的一点 那我们应该如何改这种小习惯呢 就是准备一个纸,一个小本本 一个摄像机,你的手机 什么的,camera什么的都可以 在录的时候呢 你就按照你的来谈第一遍 然后就要去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这只是第一步 你不能说我观察自己 啊,这儿出问题了 我这儿点头了,我下次不点头 不能够这样解决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 你要去剖析 为什么我这里头会跟着 为什么我这里牙咬紧 为什么我这里开始弯腰这样谈 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些难点 开始让我紧张了 或者说令我不适 所以我的身体呢,在调整我的状态 让我去投入到音乐中 但是呢,我又跟音乐有一层隔阂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原因 找到原因之后 你再去击破它 然后呢,再在这个地方提醒自己 我这个地方是已经完成了的 我这个地方不需要再点头 或者说再怎么样去辅助我去逃避这些难点 这个呢,就是录像来观察 并改正你的小坏毛病 像我在大学时候弹行 就是摇来晃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改正 但是后面跟Miss Moon学习了之后 她帮助我 就是辅助我改掉点头的毛病 就是一,让我在谱子上记住这里 不要点头 二是呢,她就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这样我就动不了了,对不对 动不了了之后 我就会记住这一大段 诶,我是有点头这个毛病的 那么我为什么有 我就分析一下 然后我再去改正 练琴的时候改正 然后之后我在演奏的时候 我就又提醒自己 诶,这个地方我不能够这样去做 这样慢慢一点一点 包括手上 Miss Moon她是连这种动作都不允许的 这种小的动作 所以说我是在她那里重新的改了一大套 所以你看我现在弹琴的视频 基本上就是一个坐姿 然后这些东西 像我经常提醒你们 Armpit就是夜窝要打开 就因为夜窝打 虽然我的人长得不大 但是呢 我整个的钢琴的领域呢 在这一个整个平稳 就一直跟你们讲这个重新的问题 在重新的调节下 在我这个B绑打开下 都是可以被就是覆盖到这些范围内的 演出前的准备呢 有两种 第一种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摄像头 然后录自己的视频 这个东西就要开始过曲子 你过曲子的时候 比如说你一遍一次过五遍 这是第二步啊 第一步是你过一遍写一下 记住自己哪些不足写一下 然后到后面开始过两遍 过三遍 过四遍 这样直接往上加 陈宏宽朱利尔音乐学院的教授 他在音乐会前就是 我忘记他要把他的曲目过多少遍 但是他有就是在琴方里面 一直待十几个小时 过自己那套曲目的这样一种传说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也侧面的表明 你在演出前要不断大量的过曲子 才能保证你在演出的时候 这种稳定性 这是第一个录音 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们 就是说懂钢琴的也好 不懂钢琴也好 坐在那看你去弹 这个呢 也会增加你的这种紧张感 我们说这种在台下创造紧张感 让你有对自己更好的认知 总比你上台了 突然间紧张了 翻车了要好 对不对 所以说在台下就要做到这些细节 那么我个人呢 是习惯于把每一个细节都考量进去的 比如说我在后台的时候 我脑子想的是什么 我上台鞠躬的时候 我应该什么状态 我当我手放上去的时候 我脑子想什么旋律 这些我都会提前设计好 包括我的动作哪里抬手了 哪里怎么样了 我都是会全部设计好 这样当我走入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就不会有那么的紧张 这个方法呢 是我在练琴的艺术那本书里面学到的 就是说他那个那位女士 钢琴作者的这个方法呢 是他会先在这个床上 或者是地面上平躺 来缓解自己的这种焦虑和紧张 当然也有人会喝一点这个果汁 有人会吃一点香蕉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去找你的这种 适合你的这种上台前的状态 然后另外一种是 有的人他上台的时候 他不想那么多 他就专注于他的这个音乐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是会比较考量 我所有的东西 举一个例子 赵承真 你去看他的现场演奏 他的录音 以及他无数版本的 那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你会发现基本完全一致复刻 为什么 就是他要求高度的精准度 超高度的 也就是说每个动作被设计过 每个动作熟烂于心的时候 你就等于是走进了一个公式 在那个公式里 你在做什么都不会 就是脱离你的整个环境 因为我碰到这个来访者啊 就说台下的时候 好像动得特别厉害 台上的时候又特别的僵硬 或者说反之亦然 就说明了 你们并没有非常的了解 自己台下和台上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设立一个 在台下就有台上状态 这种高度的注意力啊 旁边的纷扰物啊 这些都是你所需要考虑进去的东西 好了 以上三个四个大的步骤呢 就是我的经验 以及教学理念 希望对你上台呢 是有帮助的 一定要先接受自己 接受不完美 你才能传递出最真挚的音乐 人最重要呢 英文叫做vulnerability 也就是说你的脆弱感 因为喜悦是一刹那就可以 没有的 但是人真正的脆弱 以及那种共情的悲伤 是互通的 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课呢 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 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给我 谢谢大家啦 拜拜 拜拜